大家好 這裡是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1年9月9日 星期四 剛剛做了一個關於612的訪問 有人去聯絡我 整好會出給大家看 不會像上一次那樣的 沒有變聲 沒有性的 可以說是虎主來的 大家看看612做了什麼 好不好 我開始今天的報道 都是要講回相關資源會的消息 資源會表明不向警方提交資料 昨天國安處立即採取行動 拘捕了周恒彤梁錦威 鄧岳君 陳多偉 去到今天十點多 警方國安處人員 帶上資源會常委 梁錦威 去到這個資源會成立的六四紀念館搜查 大批機動部隊人員 亦到六四紀念館所在的大廈出口把守 查了大約四個小時之後 檢走大批資源會的物件 和六四紀念館的展品 一些紙板公仔 都可能危害國家的安全 支聯會的前常委 蔡耀昌 亦都在 他穿著一件八九不離十的上衣 他是站在警察的封鎖線外面 警方完成搜證之後 蔡耀昌回到大廈內的六四紀念館 紀念館被拉上鐵閘 門內貼上警方的聯絡電話 蔡耀昌又發現原本安裝在單位外的閉路電視 攝錄機已經被拆下 大門換了申鎖 閉路電視系統亦都被破壞 這樣可以嗎 私人物品 私人財產 蔡耀昌又指出警方應該向資源會和市民交代 包括目的 是否有足夠的法律依據 是否合理 和必須的安排 就是剛剛那個行動 指警方對外公佈的訊息很少 看不到管內有違法的情況 但是展品居然被拿走 警方絕對需要向市民大眾和支援會解釋 我相信市民大眾看到今天的情況也相當難過 我不難過 我昨天說我很不開心 竟然有人說我要聽你的態度 這幾個搞笑 不開心不行的 好開心 難道看到這些消息 如果你想看一些沒有感情的 沒有個人意見的那些 那些新聞我建議你還是看無線電視 CCTVB 那些人不會表達自己的情緒 警方趕處上個月就去信資源會現在多個常委 要求在本月7日前交代過去八年的大量財政會議紀錄等等 昨天就抓了四個已經說過了 那剛剛最新的消息呢 那剛剛最新的消息呢 支聯會常委中 連資最深的徐漢江 已經是被警方拘捕了 現在只剩下七個 除了在監獄服刑中的主席李卓人 副主席何俊仁之外 其餘五個人 已經是剛剛拘捕了 不是 蔡漢江是今早拘捕的 已經七個常委 兩個坐牢 五個被捕 還有 蔡漢江呢 她說 因為蔡漢江天前接受訪問的時候 她說 她說 資源會沒有受到外國指使 指使者為 天安門的英靈 她這樣說 我是受了天安門英靈犧牲的人指使的 司徒死後 他們每天都都指使我 好 另外呢 長江的外傭因為拒絕開門而遭到被捕 警察就說他阻差辦公 警方真是挺搞笑的 非傭都抓? 我不知道是不是非傭 可能是印傭 長江現在是入稟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的 要求法庭宣佈警方的信件無效 支聯會並非外國代理人及禁止警方於法庭 就此申請有任何決定之前採取進一步行動 另外他也提到支聯會的五大綱領 全部都是為中國利益去做的 前年四月網上流傳一條懷疑約儀的影片 一名相信為孩童的父親不停地罵他兒子是垃圾 搞亂這個社會等等 又兩道腳踢疑似向他丟拖鞋 警方隨後拘捕一個駐守中區警署的42歲警員 控以一項蓄意襲擊寧兒童蒙受傷害罪 即是約儀 案件今天在東區裁判法院提訊 控方申請以簽保守行為方式處理 指被告和五歲的兒子關係已經改善 現時相處融合 兒子的母親亦決定不再追究 主任裁判官隨以微表示案情非常嚴重 但是顧及受害男童和母親的議員 最終頒令被告自簽二千元 守行為三十六個月 另外要求被告嚴格聽從社工的指示 定期接受輔導 我看到很多留言 即是各大社交媒體都在講這件案 就說輕判 那我想不是的這件案 他媽媽又不肯告 唉真是 控方在庭上透露被告事後有接受心理輔導 每星期和兒子見面一次 現在和兒子相處融合關係良好 兒子的母親都決定不再追究 基於兒子的態度 轉變和其母親的意願 申請以簽譜守行為方式處理 裁判官其實都很厲害 他說看照片的暴力程度很高 完全是失控的 他說那個男警察 那辯方隨即補充 他已經和他老婆已經分開了 正是進行這個婚姻訴訟 而社會福利署去年的十月 就被告和他老婆和兒子的關係 作出這個詳細的調查報告 內容就相當正面的 辯方續指 被告現在每兩個月接受一次社工輔導 在社工安排下每星期探兒子一次 主任裁判官隨以微說 案情非常嚴重 一經檢控或者定罪可以判處即時監禁 但顧及受害男童和男童母親的意願 繼續糾纏下去或會帶來情緒的衝擊 最終頒令被告自簽二千元首行為三十六個月 給一千元堂費即是三千 另外要求被告嚴格聽從社工的指示 定期接受輔導 如果他不是警察 又社會上是沒有那麼大迴響的 每天都有人若疑 他媽媽不肯告 我尊重法庭這個判決 都是關警察的這單新聞 有線今天就報道 事發在前年的十月二十號 兩個有線新聞的記者 在油麻地窩打路道 警方防線外採訪示威活動 被兩個警員呼喝驅趕 片段顯示 兩名涉事的軍裝警員 制服上沒有展示任何編號等身份識別 有線新聞就這件事 向警方投訴隔了兩年 事隔近兩年 不是隔了兩年 是差不多兩年 投訴警察課裁定一學 疏忽職守 屬於這個投訴屬實 就是證實當時警員沒有展示任何識別 將會採取紀律行動 警察可以連自己的號碼 軍裝肩膀一定有號碼 不知道怎樣撕下來 還是警務署上面有人這樣 另外一則指控就是遭到兩名警員的不禮貌 對待和阻礙採訪工作 投訴就不成立 投訴警察課認為兩名警員 並沒有過錯 但會作出份事 鄧炳強日前主動提出 有在囚人士在聯同外面的人 試圖建立勢力 又稱有組織壟斷監獄的物品供應 有鏈財和製造特權之嫌 關注囚權的組織石牆花創辦人邵家津 今天在商台節目 在晴朗的一天出發之上 就澄清和囚友和家屬之間沒有金錢關係 只是免費贈送的那些物品 否認鏈財和壟斷物資 有關批評是很多誤會 內部已經探討過過往的工作 會不會無意之間造成誤會 將會減少在網上呼籲工作 對於鄧炳強的連串不點名批評 邵家津回應說 作為一個小市民 有一種罪不感當的壓力 他澄清指他們壟斷有很多誤會 儲方對物資有指定的品牌款式 強調他們沒有辦法 沒有能力 沒有意圖 去買斷朱古力洗髮水等等 只是他們扣得多 知道哪裏有途徑買 都是要穿插街道才可以去老街市才找到 那弄什麼一段 人家送都不行嗎 邵家津說 石長花是貿易公司 有商業登記的 資金主要是來自出售咖啡豆等等的產品 他近來推出了探監物資卷 但是和籌友和家屬 籌友之間的家屬是沒有金錢關係的 物資是免費贈送 否認有廉材 但是他說會反思過往在網上呼籲 無集物資的做法 會不會間接無意造成誤會 將會減少在網上呼籲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看法呢 籌東西都可以是壟斷物資的 那你外面不會籌全 籌到沒有了 另外那些監房坐牢的人 都可以買的 他家人 黃大仙就發生離奇結案 凌晨2點多 一個男子據報商約他的朋友 去到這個彩虹道友樂場 為較早前的網上交易 進行這個交收過程 但是呢 男事主抵達現場的時候 他發現除了他約的朋友之外 也有多個男子在場恭候他 那該批男子說 事主早前就撐他們波纜數 之後就搶了他6500元 當中包括4500元 是用電話呈聲微信支付過數的 那男事主在手指 的手指在被搶劫時間弄到骨折 那一眾涉案人士就得手逃去 男事主隨後就逃至對面馬路 大城街街市報警 警方在場兜截 最後在街市對開行人橋上 發現五名男子就懷疑涉案 經初步了解情況後就將他們拘捕 警方正是調查 有沒有其他內隆去脈 還有有沒有其他人涉及這件事 警方說 警方說 拘捕五名男子由16到22歲 其中兩個未成年 事主姓李25歲 其中一個21歲的被捕人 是事主的朋友 即是這個人 動25歲的李小朋友 即是這個21歲姓賴的被捕人 凌晨2點03分 警方接獲姓李男子報案 即是事主 指他和賴 早前因為金錢問題爭執 其餘四人 其後在彩虹道150號 一個遊樂場 懷疑搜襲擊李男 搶他2千元現金 還有懷疑將他4千5元人民幣 轉賬至來的 轉賬給他的朋友 約他出來的 即是動他出來的 真是 那4千5元人民幣 用微信 五名男子之後就逃去 拉了 涉嫌行劫 現在CID跟緊王大仙的CID 一個男髮型師 透過網上社交平台 認識不同的未成年女童 以金錢利誘他們作出性行為 並管有至少四十段兒童色情影片 為何這麼多人喜歡看兒童色情影片 這麼噁心 當中最少七個女生受害 最小的女童大約10歲 警方根據情報並調查 在7號晚就在旺角 拉了這個髮型師 就以這個涉嫌 向年齡在16歲以下的兒童 再出描洩行為 製作及管有兒童色情物品罪 就拘捕這個人 根據警方的調查 被捕男子透過網上交平台認識這些女生 消息說初步案中最少有七個女童受害 他們被人以每次大約一千元的金錢利誘下進行性行為 並期間並拍下影片 涉及的拍笑鏡頭不是隱蔽 每次交易都在疑犯的預所進行 仆利的價錢 即是搞了一千元 在調查看 現在才在調查 拿去電腦同電話 就先去查一下 呼籲其他受害人 或有涉事案件資料市民聯絡警方 另外 7號那天 我講過了 有人放炸彈 在葵聰打專平街懷疑放 這個海宜物品疑似炸彈的東西 那炸彈專家到長風路引爆 那在昨天的大約7點半 晚上 就在打專平街抓了一個63歲姓麥的男子 涉嫌這個炸彈嚇炸罪 我第一次聽一下 炸彈嚇炸罪 我沒有讀錯 並在他身上檢獲一部手提電話 懷疑和案件有關 男子現在正被扣查 今天中秋就到 我最後弄一些好東西給大家 又找到一些好東西 那有旅行社推出 專為30至45歲的單身人士 而設的出鋪本地遊 行情人包括製作水墨畫燈籠 酒店餐廳獨立房間就進行活動 進行什麼活動 坐開逢巴士盈月 去到九龍公園散步等等 團費就每位八百八十元 兩團介紹一出就立刻引起熱意了 不少網民都互貼給單身朋友 有人笑 行情沉悶 剛才30加45歲的人多些 我意思是剛才75歲 這間本地旅行社推出情願燈迷之旅的一日遊 那我不幫他開名 免他 行情就包括親手製作水墨畫燈籠 到酒店餐廳獨立房間進行深思小活動 享用泰式晚餐 中秋你吃泰式食物當然是吃中式食物 坐開用巴士盈月 和去九龍公園拍照散步上月 全程大約六個半鐘 如果有需要可以加訂一晚酒店的單人房 什麼 可以加訂一酒店的單人房 如果有需要 住宿連早餐 活動只是開放給30至45歲的人士報名 團費為880 按報名的網頁顯示 目前只剩下六個位置 OK的 這件事出了街之後 即是紅了之後 不少人留言 有人說會不會全部男人報名的 有網民說行程新意欠逢 浪漫程度 就直接適合30加45的朋友 即是75 有人說團費太貴 逛逛公園也要1000元 那就要看他吃什麼 有興趣單身的朋友可以找一下 我想不會全男的 如果全男真的打個領隊 我想這些人 好啦 今天就這樣 多謝大家 記得按LIKE 看廣告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 SHARE 訂閱頻道 月費贊助 有什麼Facebook找我 多點留言給我 幫我多點分享出去 升一些view數好不好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